大稻城曾是北台湾最热闹的地方 只是在没落以后 现在也可能只有在采买年货的时候 很多人才会想到这个地方 但是呢很多人却发现 其实在这几年大稻城变得是很不同了 有越来越多的文创小店 还有年轻的新势力 进驻这块旧城区 百年的楼房摇身一变 成了年轻人的文创基地 大稻城又活了起来 这是传统的大稻城 而这个也是大稻城 无论是卡外的公仔 还是前卫新潮的饰品玩意儿 大稻城的老楼房 这几年成了新兴的文创基地 不同风格的小店陆续进驻 不但让老商圈充满活力 也吸引了年轻一族 如果没有文创的话 它应该就会没落了吧 这个地方未来 我相信很多人会来做观光 会让更多人观光海里面 看到我们的东西 年轻人的创意 让老东西活了起来 像是永乐市场的布料 经过设计师巧手 就成了精致典雅的书套 甚至还能变身实用的碗筷包巾 中药行里的八角 也能变成超fashion的造型戒指 各种低花鞋的干货 纷纷变成文创主角 一个个工作室 就藏身在百年楼房里 老商圈的一景一物 都能成为创作主题 空气中会有中药的味道 然后因为是老房子 然后楼梯很陡 然后下雨还要担心漏水 这是没有想过的事情 不变就会创造了很多的灵感 事实上大稻城的房子 多半都有百年历史 因为这里从清末开始 就是北台湾最繁荣的商港 包括了茶叶 中药 各种舶来品都在这交易 周围便陆续盖起商堂 也就是这一种闽南市街屋 为什么叫街屋 因为头大尾有100公尺 位在迪化街上的邻家祖厕 是最典型的闽南市街屋 狭长的建筑分为三境 第一境通常是做生意的店面 中间则是住家 最后面则是仓库 因为以前可以通淡水河 我们的第三境 后面第三境 开门就是淡水河 传逸大案上案 就是仓库 所以这边是天井吗 对 第一个天井 也因为房子有100公尺深 加上两侧有无法射窗 因此中间的天井 就负责采光及通风 甚至还会有安门 通到隔壁 住的都是亲戚 如果有事情 或是煮饭煮到一半南米 有时候蒜头甘一点 不过去甘鹽嘛 你要是跑 要跑100公尺 又跑50公尺 也很麻烦 所以设了三个通道门 后来随着外国商人进驻 让大稻城的房子开始洋化 传统的闽南市街屋 渐渐成了巴洛克市的建筑 华丽的洋楼 也见证了大稻城 当时的荣景 它就是一个国际贸易商工 所以很多外国人在这边生活 他们也会带来他们的文化 从清朝日本时代 一直到战后的 这个不同时期的建筑的风貌 还有商店的这个形式 都一直保留在这里 商店已经开了差不多百年了 然后老板年纪比较大一点 很可爱 跟老板聊天 为了让更多人认识这里 迪化界还有年轻人 设立了美味食堂 教大家用干货做料理 这天的主角是昆布 77岁的干货行老板 热心地跟大家介绍食材 也顺便回忆以往的盛况 以前看这个其实很不用 因为去买这种酒 以前没有那种 因为吃了乎没有那种 那我如果去买 上面这东西叫做甘露醇 然后因为它此时会带出 整个昆布的甜味 买回来的昆布 跟白萝卜一起熬汤 料理虽然简单 但老板推荐的北海道昆布 煮起来就是不一样 就连食堂本身也会在传统的闽南市街屋里 能够深入了解迪化街的食材 又能在古色古香的老房子品尝美食 这样的经验可是相当难得 夏天我们就去卖蒜焙汤的那个 对对对 好喝喔 因为他们来就会准备那个蒜焙汤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年轻的 有活力的 不会是在我们的印象中 迪化街是老街 经过年轻人的包装 我觉得它更能发挥 就是年轻人更喜欢这里 谢谢 就连这间文创咖啡馆 都是年轻人的创意 一楼外各式各样的文创商品 二楼则是怀旧咖啡厅 供应的餐点都跟迪化街有所连结 像是招牌的鸭胸野菇炖蛋 光是调制sauce就用了三种野菇 加入寿司米慢慢熬煮 直到吸饱汤汁 再铺上整大排的樱桃鸭胸 香气十足的异博料理 用的可是在地食材 我们里面用了各种的香菇 都是迪化街的干货 那这个干货在熬煮野菇 这样的过程 就会整栋都是菇的香味 对啊 就散发出只是一桶 就是一大锅的野菇香菇而已 就可以熬出整栋的香气 而这杯特殊的茶拿铁 则是从附近老茶行 挑选上等的铁观音和四季春 混合西兰红茶 冲泡出深色茶汤 淋上一层香浓奶泡 让入口后的茶香充满层次 就连拜月老佑的桂圆红枣 也化身成蛋糕 店家的用心让老东西充满心意 其实很多房东不愿意住 这样的行业 就是为什么要在这里开咖啡馆 对 可是后来我们进来之后 就发现很多居民很开心 他们觉得迪化街真的在改变 他们看到真的有人坐在改变 对啊 所以我们觉得甚至连那个很街 就是附近邻居那些老奶奶来喝 吃我们的下午茶 所以我们其实是很开心的 离化街真的不一样了 有了年轻人的巧思 让老商圈不再保守萧条 也替大道成的百年楼房 注入了一股新生命